HELLO 大家好 我是Honey 看到我這個樣子 其實這次是妝片 今天妝片有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很多人都說很久沒看過我拍妝片 所以我就拍一條最近比較常化的妝 第二就是有人說想看整個妝都用淘寶化妝掃 所以順便拍這個題材的影片 除了粉底,粉底我是用美妝蛋去上 第三就是大家一直都很想知道我這一條的邊是怎樣紮的 我拍過很多次都覺得自己太手忙腳亂了 如果今次是清晰就做教學 如果不清晰就讓大家看看我紮邊的時候是多麼狹狹 但都可以手殘地紮到一條見得人的邊 對了,如果你對這條影片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了 因為其實我有一半以上的日子都是不化妝外出外的 我開始被人不斷撞到這個樣子 我還在考慮是不是應該化妝外出外 那不要說那麼多,我們開始化妝了 我最近也是繼續用MAYBELINE的遮瑕膏 塗在眼底位置 然後用一個Beauty Blender 我已經很骯髒了 因為男朋友在家裡忘記帶東西洗 然後就可以遮蓋到很多限圈 你會看到其實顏色是很不自然的 但是不需要擔心的是現在這個步驟 而粉底方面我最近就喜歡用這兩支混合來用的 就是GILLAN的小燈泡和Explore的Be Glow 我的用量就是一噴的小燈泡 再擠多一點點 然後混合它 就不要混合Explore的 混合一點點就夠了 我想要它的光澤感而已 我發現用這個方法上粉底之後 就不需要用BASE 因為這兩支都是比較滋樣型的粉底 然後就去遮蓋眼袋 最近眼袋很厲害 可能吃的東西重味多 所以很厲害 然後就開始我們的淘寶化妝掃 這支掃就會配FIT ME的水粉 最近真的很喜歡 因為它這個鞋的設計真的很差 我這樣拿過來已經倒到周圍 我唯有把淘寶化妝掃後 就在蓋子上 主要是上在T棕位 然後下巴 比較容易脫妝的位置就算了 因為我如果臉上會上胭脂 其實就不需要太多碎粉定妝 眉也仍然是用我Pure的這盒眉粉 基本上我想今年也不會轉眉粉 除非有什麼使用要介紹 很漂亮 我很喜歡滑眉眉 我覺得看到它很尖 很漂亮 很滑契 我覺得今天帶著小身的眼罩在頭上 然後就會用眉啫 然後就開始鼻影和眼影的部分 最近也很喜歡用Echo House的Best Love的Planet 鼻影方面就會用一些鼻影掃 還有用這個顏色 就會打造一個很自然的鼻影出來 然後整個眼皮就會用這個顏色去打亮 在眼睛上面就會比較乾淨 然後用一支比較尖細的掃 我最近很喜歡這個紫紅色 畫在後半部這個部分 還有前半部這個部分 你不要現在看它這麼深色 不用擔心 還有畫在下眼線的位置 然後就會先畫眼線 然後再用一個很扁很平的細掃 然後再用一支這麼小的掃 碪一下眼尾 把剛才的位置 很隨便畫的位置 慢慢掃上一個很完整的偏演 好了 如果現在的眼妝 會覺得好像很紅 或者很鮮艷的話 可以用剛才的鼻影掃 然後先把它揭開 那我就會用最淺色的個乾淨 膚肉色 來回掃 掃乾淨眼妝 眼妝沒有剛才那麼鮮艷 那麼厲害 最後用一個普通大小的眼影掃 然後用這個 顏色 眼皮中央點開 還有下眼線的部分 眼妝完成了 這就是大家最近詢問度很高的眼影 很自然 但是很春天 有些紅紅的氣色 最近新重的眼妝 就是1028 這支 Extend Coil 這款眼妝 很纖長 很根根分明 但不會很濃密 然後也是用Clinic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 是Mellon Pop 超級春夏 也用一個大小小的胭脂掃 然後掃上去 而且這個掃可以掃胭脂掃得很自然 不會一塊東西 或者一坨一坨 它好像透出來 粉霧感 很漂亮的感覺 然後打亮的部分 就會用一支打亮掃 還有1028 完美10克 打亮限量盤 木光橙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 我覺得很適合我這些健康膚色的人用 整個蘋果肌 都安裝出來 是一個很漂亮的光明 鼻涼 當然要打這個 好像打針一樣 立刻起回來了 我們還在等這個東西熱 先塗上唇膏 這支也是上星期三月最外提及過的媒體 今天是完全沒有塗潤唇膏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直接塗上去給大家看 那跟剛才的鼻子 現在的樣子應該就 精神很多 那就是平常大家 看到我拍片的樣子 那 我都在想最近這陣子 好不好真的化妝出街 等大家在街上的時候 認得我 都不會那麼噁心 而且不敢跟我打釣褲 好 那我現在就弄一弄頭髮 其實一來 我的頭髮現在是一個很噁心的顏色 又變回了 其實一早就應該要染 而且受不了 但是因為想遷就完美去日本 很怕它會失敗 顏色會變得奇奇怪怪 那我就一直忍忍到差不多去日本的時候 才去染 那首先呢 我通常是會用化妝掃的 那就把它分開一半 然後就拿橡筋 摘起一半 那首先呢 就會在頭髮中間 拿一小束 那就會分三個部分 好像平時一樣 摘回三股邊的感覺 那你第一下 都是跟平時摘邊一樣 然後左右兩邊 每摘一下 都在旁邊摘一束頭髮下去 不需要很刻意做到很平均的 只要你一直亂的 記得要拿頭髮去摘回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我這個效果 那你之後一直在這裡摘 一直在這裡摘 摘到最後沒有頭髮 就可以變回一個很普通的三股 最後呢 就拿一個橡筋圈 綁著它 這樣就完成了一邊了 那是不是可以馬上 沒有了那種兩節色 布丁頭那種感覺呢 而另一邊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手法 給大家再看一次 是否更清晰一點 就摘完了這次的邊了 是不是超快手 整件事 又簡單 又不複雜 又清爽 很適合夏天摘的一個邊 好了 那我就換上T恤了 終於不用穿睡衣了 對了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我這個妝容 那如果你喜歡今次的妝片 還有少少髮型的教學的話呢 那你就like這條片啦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有些人不知道 其實我每周六的下午三點 和每周日的下午十二點 都會更新影片的 好啦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 !